就在朕下令彻查往事之后 崔宝年会有如此举动 莫非 真是有什么地方站不住脚 心虚了 皇上可别忘了 宋凤娘才是在罪之身 要不是皇上极力为护 他现在应该被政法了才是 可是他仗着有皇上 既然一再胡乱无拍挑活离间 是皇上悟性产言 弄得人心惶惶的才害死宝年的 你在胡说什么 还不胡说吗 臣妾敢说 宝年带着那些财宝 就是急着去孝敬宋凤娘 请他别再折胎了 没想到居然狠死街头 心正不怕身影气 只要自己光明磊落 行的端坐着这儿 何必在乎宋凤娘说了些什么 我是不必在乎 可是皇上的态度实在叫人憾心啊 这也是其来有此 皇上言下之地 我没神一干子打三一谈人吗 好 少说两句 是啊 母后 我为什么要少说两句 我已经够赢人了 先前皇上为了刺客之事 对咱们大方雷霆之怒 可自从宋凤娘出现以后 他却平平出宫探视 完全不够危险 简直是生命中而行 这干什么啊 干什么 管这里一片痴心 宝年 你听到了没有 可惜你一生都恭喜给了朝子 如今为了皇上 倒掉一场荷雨 他不但不感激 还怀疑总怀疑心的 你真是死得好不值得 死得好不值得 你在干什么 简直撑到极头 浩天 孙 好好回宫 孙 请皇上容臣秉奏 方才娘娘所言 虽有情绪上的不快夹杂其中 可是却也说出了大家真正关心的事 皇上一再想把 宋凤娘迎接回宫 娘娘也不计较 可是宋凤娘 却迟迟不肯答应 分明是在摆架子 皇上越是余尊将贵 他越是实随之位 完全不顾皇上 乃身系天下万民祸福之人 出口 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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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话就是污蔑 那他说的话是什么 禁客与绿郎 你 父皇 父皇是息怒 父皇也是为了父皇的安全着想 难免情急严重 真的安全 自有藏事为了不爱情费心 请皇上三思 如此一意无形 真的对宋凤娘有好处吗 等到此传扬出去 势必进入那些渐停严官 到时候他们说的恐怕要比娘娘 说的还不中听 谁有那个大姐 将我到朕的面前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严重了 臣请示皇上 崔宝年该如何处置 让他待在小屋里 臣实在不放心 可不是吧 白臣 这个难题就交给你了 你得替朕找个安全的所在 皇上 臣家中本来就人口简单 加上育婴又嫁入了宫中 如果安置在臣那儿 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事不宜迟 赶快安排 是 浩天的 咱们出宫去 朕去看看凤娘 皇上 万万不可 子玛 连你们也要阻止朕 不敢 臣请皇上烧安 唐室卫说过 小屋那儿一切平安 此时 皇上若不稍加忍耐 反而容易 起人移动 万一暴露了 崔宝年还活着 那就麻烦了 皇上放心 只管交给臣去处理就好了 皇上可以说 是命臣前去 安排公主殿下进宫的事 对对对 朕早就命人打点好了 小青的衣物手势 回头你给他送去 然后告诉凤娘 后天就是黄道旗日 他要是不反对 那就是接小青进宫的人 是 皇上 臣还有一事 什么事情 是关于御婴的 臣要请皇上做主 快说 殿下 母后 他还好吧 你说呢 我真搞不懂你爹 又不是不晓得 宝年是谁身边的人 也不是不晓得 现在时机不对 他偏偏打胡不开 他提打胡啊 臣妾请教 我爹怎么不对了 怎么不对 有些话他可以不说吧 就算非要说 他也可以含混其词吧 我爹身为进军统领 维系的是整个皇城的安全 责任重大 怎么可以敷衍了事呢 韩非子有云 智恶不严 不忠 我爹握受皇上厚恩 干脑涂地 尚不止以报万一 怎么能为了残力讨好 而不尽忠职守 好极了 我娘每天 怕我面对一个老学救 还不够烦 又怕那个女学救给我 这日子怎么过 你开开你 每天板着个脸 端着个架子 我就想取个雕像也可比你强啊 至少你这个雕像 他不会顶嘴 不会开口闭口来就教训人 剧见者赛 专辑者顾 站住 你滴滴咕咕说什么 我自言自语也犯法了吗 没错 你就是犯了我的话 你让原念的几本书就了不起 在我面前卖弄文章 有本事把三种子的表现出来啊 那要看你知不知道我表现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好 太好了 这个皇宫 已经让人受不了了 可不过这个东宫 是我剩下唯一可以喘息的地方 现在被你弄得 我都不想待这儿了 甚至是要遭遇 参见父皇 让你完了婚 是指望你拍过人生的一道关卡 你能够在心境上跨一大步 更长进一些 可你 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 你这样换我乱叫 哪里有一丁点除军的模样 玉京 你过来 是 这是朕的王牌 见到王牌 如朕亲临 如今一会儿 你就拿着王牌 替朕好好拐出奇迹这块丸石吧 父皇 怎么 想抗执 想抗执 儿臣不敢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朕你不想这样做 可是你太降深失望了 既然你不想长进 朕就拿你当个孩子一样来管输 什么时候像个大人一样子 朕什么时候收回王牌 朕业 佳 忍赶 佳 好好去朕管输他 不需要客气 他要是有任何不悦 立刻来告诉朕 明白吗 米 明白 好 公送父皇 好啊 你敢吹我后腿 又穿小鞋啊 我把他的事是我告诉我爹的 黄让 那下请留步 请跟臣妾进书房吧 什么 臣妾说 请跟臣妾进书房吧 后天 后天就要进宫了 黄让说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娘 去吧 情势已经如此 你就进宫去吧 现在 凭你是公主的身份 也有皇上撑着 你至少和浩天 也可以互相照应着 我也感到安心些了 好 好 好 你現在是在幹什麼? 他現在已經是精光之妙 對人無人,他都無聲音 你頭痛 他現在動都動不了,你就別再擔心了吧 不,我不擔心啊,皇上能不擔心嗎? 你沒看他著急的那副樣子,恨不得插著翅膀飛過來 要不是彭白晨提議,可以讓他暫時住在家裡 皇上,才按照住的性子 你去到彭家去? 嗯 這就對了,才不讓他們過去,趕快趕快趕快 謝謝你,謝謝你 謝謝你 為什麼不好?當然要把他弄走啊 不然再過兩天我就進攻了 這只是要你跟他兩個人,竟然怎麼放心啊 那,要是娘不答應,我也不進攻了 伯母啊,你要留下這個害人禁啊,我也堅決反對 就是夠了,跨力啊,我要你們夠了 你們先別急嘛,聽我說 彭白晨固然是個好玩 可是身在觀察,常常會身不由己的時候 何況到現在,女兒要貴為太子妃 我擔心有一天她會為了女兒 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立場 到那個時候,崔寶年的下場就可想而知了,對不對 要是真有這麼一天啊,就是她的氣數靜了 待在這兒,反而會連累你,那更不好 那可不一定 娘,您別拿自己的安危開玩笑 你們聽著,崔寶年是這件冤案唯一的證人和線索 對我而言,她比什麼都重要 我已經決定的事情,是又不會改變心意的 娘,娘 好用命啊,你自己無意的註定啊,怎麼會註定你 她藏在我這裡,是誰也想不到的事情 在我這兒,才是最能保障她生命安全的地方 你們放心好了,我會想得更周全一些,一方萬一的 可是保障了她,那您的安全呢 你們老是擔心她會害我,那是感情在作祟 不,可是你們仔細想一想,害我對她有什麼好處 現在,她只有拼命向我靠攏 將來,才有將功者罪的機會啊 現在是,是這樣子啊 可是要挨到你所謂的將來 那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呢 這萬一當中有了變化,這人心隔肚皮啊 咱們是不怕瞪眼金剛,只怕向面菩薩 人心雖難測,可是善惡往往在一念之間 所謂蓋棺硬定,不到最後那一刻是誰也沒辦法評斷 何況,她才剛剛經歷了一場死裡的好事 我們都走過這條路 你們說,在這種巨大的衝擊之下 會不會有一些改變,一些醒悟呢 基於這個瞭解 我們是不是應該再給她一個機會 好樂不愧是好樂 這百當的高空 這叫做一點好樂,一點不完 娘,您這樣的心胸,我謀奪無緣以對 可是,我真的要講,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相信,蒼天在上 不管將來發生什麼事情 冥冥之中一定會保護你這麼好的人 這兩個叫做生有生不 只怕,我過去向皇上報告 皇上不要心疼了 不會的,小青會幫你 這也是我為什麼願意讓你經過六年之一 希望能安慰皇上的心 卻為皇上,不要常常出公來看 太危險了 你說的一點都沒錯 你娘真是了不起 換了我,我就做不到 我只要一想到上一次 那個崔寶妮把你藏起來 即使我跟你娘差點沒命 我就有氣 可不是嗎 我只要一想起宮中的一切 我就不禁毛骨所能 你不知道,我到現在 會常常發噩夢 別怕啊,以後有我 我會拼命保護你 不,你該拼命保護的 是我父皇 還有,說來說去我還是放心不下 以後你得常常抽空回來探探我娘 那是當然的,可是那你 沒關係,我說說而已嘛 現在我是公主,又有了父皇 我不會發生什麼事的 是,公主殿下 浩天,你這是幹什麼 看你緊張成這個樣子 我是要先讓你習慣一下 等到你進了宮之後啊 我們一見了面 我就得這麼著 可是你可不能像現在這個樣子 以後,你只要一見到我 就得這樣子 是啊,你在東宮的時候 不是見到我一見到太子 就得這樣 你現在是公主 跟他平起平坐 我見到你,當然要行禮 這是規矩 我不要這種規矩,我不要 男人膝下有黃金 我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見你跟我下跪 這樣我怎麼受得了 我…我可不可以不要進宮了 你這個傻蛋 這些東西都是形式上的 你自己不是一再說嗎 只要我們內心不變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奇怪的女生 怎麼樣都想不到 我們可以和帝王之家 有如此深的精神 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可以自有自在地 過著田野生活 那它有多好 是啊 然後你幫我生一堆的小小青 小浩天 小浩天 然後啊 他們把你的繡線扯得滿屋子都是 繞了雲頭轉向 看你怕不怕 我求之不得 真的啊 真的啊 小青 你明天就要經過吧 這玉佩 你最好帶你 小青 柑哥 他怎麼知道那種就回來的了 要怎麼 哎 媽媽一組年 是在城城堂了 這個東西一直看也知道 謝謝你啊 你现在太细心了 因为我想的好周到 这是浩天给我的幸运 我带着他 心里头也踏实一点 虽然我跟浩天同在宫中 可见面的机会 恐怕不会比现在多 而我跟娘 也是两地相隔 不过 有这块鱼佩陪着我 看着他 可以回想好多关于 我们三个人的故事 这样 我就好过多了 信我 她说这块鱼佩 居然是唐浩天给的信我 我没有听错 这怎么可能 这就知道我跟娘 什么事情都说出来 但是你两位要不要摸 你关心的事情就起火生了 那你怎么动也没摔掉 小姐 你非容易 此番进宫 只怕还是有人会想尽办法的刺探趋势 首先你是我父梁长大的 比亲的还要亲 不怕别人刺探 我这块鱼佩 希望多少 也起一些保护作用了 你要记着 先为好好守好鱼佩 如果有人问起 你可不要去死鱼佩 你就说 是从小戴在身上 不然在任何情况之下 你都要这么说 知道吗 娘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是无意苦争处 一任穷方斗 可是别人并不是这么想 如果你说了真话 万一他们来来做文章 你为美 浩天有个意义 只有很恐怖 娘 我明白了 我会牢牢记住的 娘放心 你一向聪明理 哪有什么不放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娘娘口气 一副最真烟烟的 好像小青这个工作 不这么踏实 那么难道 唐浩天才是真正的文章 我是先 不我吗先 不我先 谁是老先生 不我先 那这都小青庙 不怪人家说 人家吃争不吃云 虽然说不是真正的工作 但又 传传又吃水才有气质 你不听人家说 吃什么困难 还是吃什么困难 当机的轎便说也会挑战 这困难 这困难 都荒庙在挑战 便说有个鬼子 叫做 恶如木燃 你不听人家 参见公主殿下 陈参见公主殿下 小心 沉着点 进宫不比在家里 一切非得拒紧单装不可 公主没有公主的样子 你也知道 是 浩天 灵灵 以后要出现 我会找你 是 伯伯 您放心吧 娘 你自己也千万要小心 要保重 快把灵灵藏开去 别弄着 真漂亮的眼睛 好 去吧 我会想着 祈将 你不想着 我会去 你不想着 你不想着 我会去 祈将 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就是黄浪为你准备的冰凤斋 进去看看 你们参见小亲公主 恭喜公主殿下亲爱 小亲啊 朕等着望远欲穿 你可终于来了 臣参见皇上太子妃 小亲 后见父皇 太子妃 小亲公主 来来来来 起来起来 啊 谢皇上 小亲 是这样一应来 你们两个年龄相伐 又结缘在先 当初是为了浩天的冤案 一个是勇敢执着 一个是机智过人 都是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想不到 一个原来是朕的爱女 另外一个也成了朕的儿媳婦 朕真是有福之人啊 哈哈哈哈 来 你们两个名为姑嫂 可是朕更希望你们能够情同姐妹 在宫中互相作伴 彼此扶持 是 父皇 来来 小亲 看看这座冥凤斋 你可还满意 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加强天制的 尽管欢呼 哈哈哈哈 很好 一切都很好 不过 怎么了 能不能请父皇赐给小亲一个刺绣架子 千万不要精刀细琢的 只要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头架子就行了 这是 小亲 从小就跟娘一块刺绣习惯了 早就习以为常 如果没有了绣架 就好像整个人失去了重心 手足无措的 有了绣架 小亲至少还有些事可做 感觉上 就好像还和娘在一块 真了解 好了 不难过 嗯 你们没听见吗 快去准备刺绣架子 立刻就去 是 孩子 你真的像你俩 你们都是志情志性 重情重义的人 给这一点时间 整个好而弥补 嗯 父皇 父皇 公主既然已经进宫 应该向母后请个安 问个好 这是基本礼数 礼不可费 这样也是为公主着想 余音可以陪同公主一块去 请父皇放心 也好 去一下 意思一下 嗯 公主请 好 天 是 皇上 原谅朕的父母 好 皇上 朕得把小亲留在身边一段时间 你们的婚事 皇上 您身处崇威之中 难得能够享受一下天文之乱 臣替皇上高兴都还来不及呢 臣的 陈情之事 这晚一点事没有关系的 臣还希望 能够更上一层楼 好匹配公主 不要委屈了公主 好 有志情 更有胆识 你不用担心 跟小亲身份的问题 朕头一个就不会委屈了你 皇上的赏识 臣 敏感舞内 好 太子 你忘了父王的交代吗 别这么身份 家人的日子还很长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咱们姑嫂之间 就直呼名字吧 反对 我简直太高兴了 玉玲 我一直好担心 我这次进宫 会不会带给你困扰 你见到了我 心里头又会不会 不会不会 那是过去的事 就那过去吧 何况那是起嫌自己的问题 从头到尾 你都是很无辜 都是身不由己 听你这么说 我心上的那块大石头 可总算落了地 你不知道 我这次进宫 完全非我所愿 我心里头 充满着不安 惶恐 我多希望可以跟你成为好朋友 时而谈天说地 户土新生 好多过这宫里的漫漫长日 我 你何尝不是这么想 太子 我是说 我那位哥哥 他是不是很难相处 我娘说过 她的性子 就是压抑得太厉害了 所以反弹的时候 才会这么大 如果 真正的没心自问 我想 她心里恐怕也很糊涂 到底她所追求的 真有这么重要 还是 她只想证明自己 娘 不 应该说以前的宋皇后 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 虽然我上午原来见到她 只要观察 围绕着她身边的那个浩天 就足以能见了 难怪父皇 对她如此的刻骨也行 可不是吗 我才刚进宫 就已经开始想念她了 如果 如果 这么有中国人 没事 如果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参见母后 舅父 殿下 小青参见 母后 舅父 舅父 你 叫黄兄啊 是 黄兄啊 起先叫黄妹 黄妹 黄妹 免礼 谢母后 主妇参见 爱主妇参见 公主殿下 起来吧 谢 爱主妇 皇帝也有草邪亲 真是应了这句话 七零母后 小青才刚刚进宫 因为在明凤栽和父皇聊了一会话 所以耽搁一些时候 我们跳前去 上母后请安 没想到还是起了一步 请母后别生气 玉莹啊 你这分明是在真眼说瞎话 但谁都看到了 你们两个明明处在这 有说有聊的 一步也没等 聊得如此投机 心里头哪还有我这个母后啊 母后你误会了 玉莹和公主先前就认识了 现在风轨路转 进城了姑嫂 不免多说了几句 很敢怠慢了母后 其母后见谅 要是我不肯见谅呢 小青 我还真是把你给小看了 先前 金差不娶 楚楚可怜 若不经风的 就能够把宫里 搅得是人秧马翻的 现在 摇身一变成了公主 这回进宫 又身不什么使命啊 天翻地步嘛 母后 小心 母后 我打你这一巴掌 是教你明白 你不进宫则吧 一旦进了宫 我就是你唯一的母亲 你读过说没有 就算没有 你那保如师叔的亲娘 也该教过你百善孝为先吧 像你这样目无尊长 毫无礼数 也配当什么公主吗 母后教训的事 都是淫淫的错 你给淫淫不该多嘴多舌辣的小青说话 请母后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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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恕罪 当真是你的错 后面是公外之人 所以宫内的离书规矩自然不胜手心 你身为嫂子也不教教她 在头一天进宫 就害得很让母后生气 好了好了 你当时做娘的娇娇女儿吧 没什么大不了 下去 以后要记住 凡事谨慎行 知道吗 这公主跟太子非可不好当啊 嗯 咱们走吧 对不起 我以为你爱了吗 我还是 我才不理她们呢 你怎么样 让我分 这是太过分 没事 没事 我没有事 我先拜托你 你可千万什么都别说 爱了她这一巴掌 可真的没什么力 她恨不得 知我娘于死地 她又怎么会喜欢我呢 我也不要她的喜欢 你还要叫我进宫 是要我安慰父皇 教应浩天 我不敢说我能够做得很好 可也被给她们偏麻烦 那些 那些所谓的亲人 我只好把她们当做鬼神一样 静而远之 让避就不 要是真的避不了 咬一咬牙 就什么都忍不过去 怎么就是好陛下 看来 我们还非得成为好朋友 你快跟我走 我先给她个下马 我也还了得 不用等老子进来 她就先骑到我头上来 小青不是那样的人 你说什么 都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理外不分 亲疏不便的 你就不会拥有你的脑子 我 我说错什么了 你这小青皇妹的娘 是我头好的一个人 你知不知道 她虎视眈眈的躲在外头 处心积虑的 在散解的下来 她明知道你跟小青 是同父异的兄弟 却还让她把你给迷得 鱼头转向 难以自拔 就凭这一点就够阴毒的了 现在还追究这些干嘛呢 干嘛 你没看到你父皇的态度 她现在已经被那个宋凤娘 牵着鼻子走了 现在可好 唐浩天搞了半天 是那个宋凤娘的成龙快婿 小青也诚哥的弄进宫来了 就连咱们的亲家 也往她那边倒 你母后这曾顾虑 到底真的 我不明白 你们说了半天 到底什么意思 你看看她 人家都已经冲着她来了 她一副施不敢挤的样子 谁冲着我来了 小青啊 不可不妨 她是皇妹耶 她才一进宫 就叫你骂也骂了 打也打了 她要怎样 她就是那副可怜样 惹人心疼 这才叫做 居心险恶 母后 舅舅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可不可以直接了当一点 好 那舅舅就坦白告诉你 我必须要提醒你 跟你这位皇妹最后保持距离 免得莫名其妙的被磕上帽子 别拿来做文章 那就不妙了 没错 齐心啊 你都已经沉了清 就该好好收收心 赶快给我生个皇孙出来 那咱们就稳了 说到这 你现在跟丽莹怎么样 原防了没有啊 母后 现在又没外人 只有你舅舅 有什么好难为情不好讲的啊 没有 我没那个感觉 也没那个心情 行吗 那你要跟谁 才有那个感觉 有那个心情啊 是小青吗 母后 你看一提到她你就受不了 嘴里喊着皇妹 心里头却不能忘记 齐贤啊 你再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啊 你是不是非要把你自己送上绝路啊 现在咱们全指望你一个人 你却偏偏的跟咱们唱反调 够了 我的孩子都已经呆不下去 我才躲到你这儿的 现在连这里我也不让我呆 我 我去跳湖算了 叫你可满意了吧 齐贤 你给我回来 齐贤 你给我回来我 你给我回来 这是把我给气死 气死我了 我指望这个儿子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啊 我指望这个儿子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啊 我指望这个儿子有很好 我肯él扭她 你友情